美国当局近日继续炒作在所谓中国飞艇事件 美国海军宣布将对被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残骸进行分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在此问题上单方面诉诸武力 再次暴露了美方滥用武力唯我独尊的本性 事实上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已经司空见惯 仅去年以来美方在美国本土放飞大量高空气球 持续进行全球环形 未经中方相关部门批准至少10次非法飞跃中国领空 包括飞跃新疆西藏等地 让很多人都感到好奇的是 美方释放的高空气球到底什么样 他们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老司机同事近日获得的一份独家材料 或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关键线索 这份来自中国科技情报公司密伤科技的最新报告称 在2022年3至4月的美飞军演期间 美军曾使用高空侦察气球 该报告透露 美军使用的气球采用巨乙吸塑料 及通信导航摇杆一体 最大奔变率可以做到0.5米 支持实时视频 也可以作为通信节电使用 该气球理论上一次部署可以持续45天 且可以进行回收 该设备对发射场地要求不高 发射场疑似位于菲律宾 新疑师下手圣罗沙麦格赛赛宝机场 耗时一年完成建设 2022年美飞演习 高空气球 利用这些关键词 老司机很快就查到了美军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消息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David Sharp网站 主要负责美军官方照片分发 其中发布于2022年4月1日的两张照片显示 美国陆军当天在美飞 先并肩年度演习期间 从麦格赛赛宝机场释放了Senderhand高空气球 那么这个高空气球具体又是干什么的呢 美国动力网站2021年的一篇分析报道中 对其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据称该气球由美国Raven Airstar公司研制 并参与过谷歌公司 母公司Everbit的ProjectLearn互联网气球项目 后者的设想类似于美国星链互联网卫星星座 可以为偏远地区提供宽带上网服务 不过搭载设备的不是卫星 而是高空气球 报道特别提到ProjectLearn项目于2021年下马后 该公司的气球项目重点 就全面转向了美国情报和国防领域 Senderhand被设计成为了一种 能在选中区域长时间停留的气球 可用于搜集情报 执行监视和侦查任务 以及充当通信中绩 此外气球还可以在增强导航系统中发挥作用 据称该气球是可操纵的 能独立飞行 也可以集群飞行 它有两种不同的型号 其中大型气球的最大飞行高度 达92,000英尺 值得注意的是 该气球还可以根据任务需要而移动位置 甚至被观察到能逆风而行 操作人员虽然不能直接控制气球的航向或速度 但高度的变化 以及实时天气测量 可以使气球利用不同高度的风模式来导航 包括长时间停留在特定区域 对于Sunderhand高空气球的具体用途 瑞文艾尔斯特尔公司在公开视频中毫不掩饰 通过将气球联网 它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提供长达数月的持久服务 在军事和情报领域 这些高空气球能携带先进的雷达传感器 电子情报收集系统 电子站 光学有效载荷等能力 由于它们的飞行高度高 可以不受许多传统防空对抗手段的控制 能查证的资料显示 美国陆军和海军 均与该公司签署了相关气球采购服务协议 由此可见 美军在2022年美飞演习期间 释放Sunderhand高空气球 用途当然不会是科研 考虑到美军近年频繁地在中国周边进行底线侦查 这些从菲律宾释放的高空气球 意图窥探中国南海地区的可能性非常高 种种迹象显示 美军不但在冷战期间 广泛使用高空气球进行战略侦查 而且近年也没有放弃 利用全新设计的高空气球窥探全球 近年来 美国本土也频繁有目击者 发现用于军事目的的美国高空气球 而如今 美国高空气球与阿富汗 中东等多地有关的这些零星线索 更从侧面印证了 中国外交部对于美国高空气球 非法飞越中国领空的指控